华策会将会在1月14日举办一个如何注册成为家庭托儿人员的讲座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详细的采访华策会的托儿转接部的陈主任 让他为大家详细的讲座 家庭托儿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很多人打电话都问我们 保姆跟我们有牌照的家庭托儿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家庭托儿又经过一系列的训练 而且是受到我们就跟纽约市政府卫生部的管理的 所以他们是一个专业的人权 然后他们好像作声一样 例如他们有兴趣成为有牌照的托儿服务员员的话呢 可以来我们华策会报名 然后呢上课我们给他培训一系列的培训 然后帮助到他们怎么样去申请 向纽约市政府的卫生部申请 拿到牌照以后呢 开始可以招生 或者一个做生意小生意的一个机构来的 不一样他们比较专业跟保姆不一样 因为他们要受到州政府跟市政府的法律管理 听起来很有意思 那么如果想在家里面开一个幼儿园呢 怎样注册呢 这个问题其中答案很复杂 我一时之间不可以跟大家很明白的讲清楚 大概就是想说 如果一个成年人超过18岁 他以前没有犯过罪的 也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合法拘留的民众 可以报名来我们华策会托儿部的训练班 第一个训练班是三个小时的 然后上文以后 如果他符合一系列的条件 然后他报名到我们华策会托儿部的儿童训练班 是三十个小时的训练班 在训练班其中呢 是教他们一系列关于儿童保健呀 儿童法律呀 怎么样去搞卫生呀 所有有关孩子们托儿的法律 我们都会教一个培训班 培训班其中呢 他们要考书哟 通过以后呢 我们发他一个证书 他拿到个证书以后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助他们 拿到个申请表格 所有的条件 还有他们需要拿什么证件 我们都会跟合作 跟他们去服务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成为 有拍照的托儿服务员呢 可以来我们华策会打电话来 报名 然后呢 听我们的讲座 然后知道自己符不符合 一个是很好的生意 除了喜爱小孩 为小孩做服务以后呢 还是一个很好的做生意 一个条件 哇 听起来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业呢 那么请问一个拥有执照的 一个家庭托儿人员 他们的年轻在多少呢 而且这方面的工作上 有没有什么限制 比如说语言上面的 嗯 这个很好 因为我们华策会主要服务对象 是新移民 或者是在美国的华人 所以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双语的 也有讲西班言化的 所以不管你的英文程度 中文程度怎样 也可以来报名 我们有双语的训练培训班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 如果有需要翻译的服务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啊 至于收入嘛 拿到第一年的牌照 是有效期两年 如果好像是说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自己有孩子 我想在自己家里 做一个有牌照的托儿服务员 我就拿到牌照 我可以照顾六个小孩 两弟弟 因为有效期是两年嘛 六个小孩 然后大概纽约的费用 比较高一点 不一定 要看看家长的需要 例如说我要12个小时 托儿服务 肯定费用比较高一点了 不过一般来讲呢 一个小孩一个月 大概是从700到800多左右 一个小孩 所以一个工作人员 可以照顾六个小孩 从六个星期大到12岁 那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请欢迎联系华社会 托儿转接部 那么你们也会举办一个 关于如何成为家庭托儿人员 的一个讲座 那么请问是什么时候呢 好的 我们每年都有 限一个是1月14号 还有3月11号 是三个小时的讲座 然后培训班 上完那个三个小时以后 才报名那个培训班 培训班是三天的 所以限一个是1月14号 早上9点到12点 好 那大家请记得来参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